各位同学,大家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三册的第四课,就是Lesson 4,The Double Life of Alfred Blocks,阿尔弗里德·布洛克斯的双重生活。 那首先呢,像往常一样,咱们跟老师先来看一下这课书的生词和短语。 Now, please open your books at page 26,26页,跟老师一起读一下生词和短语。 Now, read at me. Manual Manual Color Color Sacrifice Sacrifice Privilege Privilege Dustman Dustman Corporation Corporation Overalls Overalls Sh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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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ret Secret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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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下面来看看这个书中一些比较重点的词汇。下面先看看第一个重点词,就是这个提力的。提力的。我们跟老师大声再来一遍。 Manual Manual 不要动中 menu,我们还有个L的声音,舌头尖再稍微抬起来点。再来一遍。Manual 好,好,这个词叫体力的或者是手工的。我们看看这个词在生活中一些重要的应用。首先在本文中出现的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劳动。体力工作我们可以用manual work,体力劳动直接可以用manual labor就好了。 当然这个labor我们在这用的是这个美式拼写。优式拼写后面拼着OUR,把OUR混成OUR就好了。体力劳动,体力工作可以这么来说。那咱们下面看看它的跟它相对的反义词。 咱们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是mental,一个是spiritual。咱们看看反义词究竟是哪个。 诶,正确答案应该是mental。这个mental也是注意不要读mantle。后面还有一个L的声音,我们再来遍。mental。好,这个词叫脑力的,跟脑力相关的。而后面这个spiritual呢,一般是精神的,它的一般是跟物质相关的。 这个精神的反义词是物质的,脑力的和体力的相关。同样的,我们以后说脑力工作叫mental work,脑力劳动叫mental labor就好了。这是脑力的。而这个spiritual呢,一般是表示跟精神相关的。那么它的反义词是material,是物质的。我们跟老师也大声读一遍。spiritual,material。好,这个词咱们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那么我们看到manual这个词,之所以重要呢,它有一个重要的词根。以后我们看到这么一个拼写形式,就是man或者是manu,有没有这个字母u都可以。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hand,就是人的手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手。 体力的,手工的,当然是离不开手。这个词根非常好记忆。举一反三,多看几个。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词叫做制造,我们跟老师先大声读一下。manufacture,manufacture。好,这个词叫制造。 制造当然离不开手嘛,跟手相关。 我们今后会看到另外一个词根,就是fac。这三个字母放在一块可以表示make,刚好用手来制作,就得制造。 只不过在当代英语中呢,这个词一般都表示在工厂里大规模的制造。 因为在古代没有机器,所以这个字形成的时候呢,还是跟手相关的。 古代形成这个字嘛。 我们看一些例子,比如说在126页,三册126页的第26课,12行中间,12行中间出现这么一个词叫biscuit manufacturers,叫做饼干的生产厂商,制造商。 饼干叫biscuit,生产厂商,在manufacture后面加字母儿manufacturers就好了。 那么同样的在45课208页第20行最后,208页的20行最后,出现这么一个词叫soap manufacturers,叫肥皂的生产厂家,制造商。 生产厂家就manufacturer后面加个字母儿就好了。 举一反三的,咱们多几几个。 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词叫做manacle,m-a-n-a-c-l-e。 我们知道后面这个coe,这个cle这个小字根,一般可以表示这个小个儿的,小的东西。 手上的小东西,不是这个戒指,戒指是ring嘛,也不是手镯,而是手铐的意思。 镣铐,手铐,我们大声读一下manacle,manacle。 后面这个词呢,我们看到manu还是跟手有关,后面这个script,s-c-r-i-p-t, 出现这个拼写,一般表示write,写字的意思。 用手写下来,这个词叫手稿,注意名词,手稿,这个作家写的,这个东西用手来写。 我们再读一下manuscript,再来一遍,manuscript,好,这叫手稿,咱们可以同时记录。 还有呢,我们看另外一个稍微难一点的动词,我们知道这个man还是表示手的意思, 前面这个字母意义呢,可以表示out,出来,让手出来,后面at是一个动词自根, 把手原来记住,现在给解开了,出来了,当然可不能翻译截手,跟尿尿可不一样。 什么意思呢,解放的意思,我们看一些例子,比如说, emancipate slaves,就是解放了奴隶,就是废除奴隶制的,解放了奴隶。 再比如说,the emancipation of women,叫妇女的解放。 我们先读一下动词,再来一遍,emancipate,叫解放。 再读一下解放,这个名字,emancipation,好,这叫解放。 那么当然跟动词liberate和liberation不太一样, liberate呢,既可以表示人,也可以表示民族或国家, 而emancipate呢,它一般只能指人,某种人的解放, 妇女啊,或者奴隶啊,她的解放,可以这么来说。 下面我们再看看当年一个著名的废奴宣言, 那个废除奴隶制,这个里边也用的这么一个词, 比如说我们看看当年这个是怎么说的啊, 它叫,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叫废奴宣言, 后面还有个宣称,就是由什么政府的首脑啊, 总统正式宣布某个事情,这个宣布,或者宣告宣言, 我们也读一下,proclamation,废奴宣言,叫,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把手解放出来了, 注意,不是解手,就好了,这是我们第一个重点词汇, 看到这个体力的manu,跟重要字根, manu,同时记住,就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重点词, 就是这个衣领或者领子,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color,再来一遍,color, 好,这个领子呢,我们在生活中跟老外交流时, 可能会听到两个声音,因为英诗美诗翻译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如果是英诗翻译呢,前面是发哦这个声音, 后面发呃,我们跟老师大声对讲, cola,cola, 哎,它有这么一个声音, 但是我们在第一刻就说过了, 这个哦在美音中一般会变成啊,这么一个声音, 后面出现字母R之后呢, 在美国人一般会勾手头, 所以都能color这个声音, 按照美音再来变,color,color, 这是美诗发音的衣领子,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那老师啊,衣领子如果都成color, 那不跟颜色发音就一样了吗, 如果你也有这个问题的话, 说明有三个原因呢, 发音咱们自己没有搞清楚, 就这三个音, 一个是像小写字母A一样, 这个啊, 一个是把V倒过来, 这个啊, 还有一个倒意思的这个啊, 这个三个声音, 我们注意是怎么一个口型呢, 我们先读第一个, 像小写字母A一样这个原因, 就是我们去医院看嗓子, 大夫说张开嘴, 我们发短促一点的声音, 大声那边啊, 啊, 这个声音, 嘴要张开, 倒V字呢, 和倒义字, 大家注意, 在美音中从口型是完全一样的, 从口型完全一样, 只不过在中读的时候, 咱们发倒V字, 轻读时发倒义字, 口型都是自然张开, 没有任何动作, 轻轻地送下气流, 我们先读些倒V字这个, 啊, 啊, 注意, 既不是啊, 也不是呃, 而是, 啊, 啊, 嘴自然张开, 嘴唇没有任何动作, 啊, 再来遍, 啊, 注意, 倒义字的依然是, 啊, 啊, 只不过呢, 倒V字是中读, 倒义字是这个轻读, 我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看这个副词, 或者戒词, 啊, 那么这个词前面是轻读, 后面这个字母O是中读, 但前后口型是一样的, 我们跟老师大声对变, above, 再来一遍, above, 好, 这个字啊, 如果能读成above, 当然它不能这么读, 比如说它能读成above, 那么前面就变成倒V字的, 后面就变成倒义字的, 但口型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倒V字, 把它口型发得不准, 是很多中国考生的一个问题,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我们跟老外打招呼, 咱们的美剧中经常听到这么一个句话, 嗨, buddy, 哥们, 我叫你好啊, B-U-D-D-Y, 叫做buddy, 但注意, 好多人把它读成buddy就难听了, 我们大声读一下这个词, buddy, buddy, 啊, buddy这个声音, 以前在我的班上有个学生, 学过了口语, 但是可能口语老师发音没有讲清, 他现在跟我打招呼, 他说, 嘿, 哥们, 你好, 用英语说, 跟老师叫哥们, 这个没关系, 透着亲切, 问题的发音错, 他这么说, 嗨, buddy, 这就麻烦了, 这只能发音, 诶, 死尸, 你好, 这buddy是尸体的意思, B-U-D-Y, 所以我们跟老外交流, 就强靠声音辨细, 你声音错的话, 意思就跟着变了,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buddy, buddy, 好记了, 下面这个词, 我们说这个东西多少钱, 卖多少钱, how much is it, 注意不是how much, 我们跟老师再来遍, much, much, 啊, 这个声音, 再看几个, 比如说, 亲爱的, 我爱你, 你看, I love you, honey, 前面这个字母, 还有这个honey里面的字母, 其实都是发, 啊, 这个声音,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I love you, honey, 再来遍, I love you, honey, 你看, 这读起来很亲切, 很带感情, 如果读个啊就难听, I love you, honey, 这一听就很傻的感觉, 注意, 口型不能太大, 还有那个, 我们就看看最后颜色这个词, 同样咱们用的是美式品写, 如果英式呢, 把O2混成OU2就好了,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color, color, 还是发啊, 这个声音, 我们读一下这句话, 这个领子的颜色是白的, 这个领子的颜色是白的, 我们跟老师一块来一遍, 注意这个发音, 那read on me, the color of the color is white, 再来一遍, 张开嘴, one, two, 一起来, the color of the color is white, 相信大家, 这个发音应该着准了, 注意, 这个到V字口型不能太大, 发的是啊, 这个声音, 好, 这个一领子这个词啊, 在生活中的用法特别多, 我们在本文中用在蓝领, 白领工人这个称谓上, 那么白领工人呢, 只叫white color workers就好了, 注意white color而不是white color, 那成白颜色的了, 我们大声来一遍, white color workers, 好, 再来一遍, white color, white color workers, 好, 相应的蓝领工人呢, 我们跟老师再来一遍, blue color workers, blue color workers, 这是白领和蓝领, 其实这个地方用了借贷的修词, 这么说过的, 用这个特征来指代拥有特征的人, 做办公室的人, 一般穿白衬衣, 所以是白领, 而干体力工作者呢, 穿的是牛仔布的这种厚重的工作服, 领子是蓝色的, 用这个来指代, 还有呢, 我们说这个color这个词也可以当动词来用, 咱们看下边这句话怎么翻译, the policeman colored the thief, 这个警察怎么样呢, 一把揪住了这个贼的领子, 这个词当动词来用, color表示揪住领子, 非常好记, 咱们可以同时记住, 这是color这个领子这个词, 本文中呢, 它是跟另外一个词同时出现的, 就是领带, 领带离不开领子嘛,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可以把这个领带这个词同时大声读一下, tai, tai, 大家注意这个做名词叫领带, 做动词呢, 叫记, 把某个记住, 捆住, 所以记领带, 你发现动词名词用同一个, 跟老师大声读一下, tai a tie, tai a tie, 哎, 叫记领带, 英语中好多这种类似的表达, 你像这个叹了一口气, 叫sai a sigh, 叹气的动作和叹出来的这个气, 都是同一个词, 我们跟老师再来一遍, sai a sigh, his side alongside, 哎, 常态一声, 动词名词用同一个, 这个现象在英语中屡见不现, 因为单词量太大了, 比如说, 我们说许一个心愿, wish a wish, 许愿这个动作和许下的心愿是同一个词, 叫wish a wish, 比如说, 我对着星星许了一个心愿, 但是星星天上的星星, 不是动员的星星, 那个不灵, 可以怎么说呢, I wished a wish on the star, 对着星星, 后面借词叫on, I wished a wish on the star, 对着明星许个心愿, 这个可以带着, 这个翻译成英语, 可以用这句话, 没问题了, 多看几个, 比如说, 我做了一个梦, I dreamed a dream last night, 做梦的动作和做的这个梦, 用同一个词, 对吧, 再比如说, 有的时候尽管拼写不一样, 但却是同根, 比如这个人怎么样呢, 死得很光荣, He died a glorious death, 他死的是一个光荣的死, 这个动词是die, 名词就是他的名词, 叫死得很光荣, 对吧, 再比如说这个breeze once last breath, 叫这个人气绝身亡了, 咽了气了, 这个名词叫breeze, 名词呢, 动词呢, 刚好是breeze, 那么加字母义之后是动词, 我们来读一下这个搭配, 注意前面发z, 后面发s, 一个着腹音, 一个轻腹音, 搭上来呗, breeze once last breath, breeze once last breath, 蛮有趣的, 这个现象在中文中有没有呢, 也就是有的, 只不过呢, 中文中比较罕见一些, 咱们想想看, 在中文中动词名词用同一个字的, 是不是也有啊, 那个老师先做个提示, 比如说, 鼠竖, 鼠竖, 第一个是动词, 第二个是名词, 再比如说, 画画, 第一个是动作, 第二个是画出来的东西, 画画, 还有像, 盖杆, 盖杆, 第一个是动作, 第二个是名词这个东西, 在中文中确实不太多, 那还有一些, 还有一个比较绝的, 这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以后呢, 这是这么露脸的机会, 几个朋友坐在一开堆, 聊天聊到这话题了, 说动词名词同一个字, 在中文中除了鼠竖, 画画, 盖盖, 还有哪个词呢, 大家都不知道了, 这时候你汤汤汤站起来这么一说, 人钱显贵, 奥利多孙, 别人一看, 呵, 这个人有学问啊, 我说出来大家记住了, 尿尿, 这个厉害吧, 第一个是动作, 第二个是出来的东西, 尿尿也算, 但在中文中确实少, 在英语中比较有趣, 咱们可以同时记住, 这是一领子这个词, 咱们看到这, 我们에게一个人关注, 判词下判词, 在那个17号上, 一样的歌手家, 那么不应该是对人家的, 这次官方搞不应该,